饭 饺 饺 饺 都是真的 白警官 你这早上先到食堂吃饭的习惯保持得不错啊 师兄你来了 我这跨省给你送资料 你怎么一点都不热情啊 可能因为师父的忌日快到了 晚上总是做梦 状态不太好 当初师父的死又不怨你 你不要老记在心上 会影响你办案呢 当初那件事根本就忘不掉 我要是在发现凶手尸体有我一样的时候 不去冒人查看 就不会踩进陷阱 也不会导致师父为了救我而死 谁能想到在要抓凶手的时候 又冒出来个杀凶手的人 又不是你的错 别纠结了 我 算了不谈这个了 师兄你吃什么 包子 说实话 你现在这个状态 如果不能尽快调整好的话 连案子都破不了 你实在不行休假吧 再说吧 别再说啊 你要的这份资料 是不是因为你觉得 和师父的案子有关 我要你查的这个任倩男 现在叫做任凭生 是我现在案子里私着的老师 我是正常调查而已 你说说查到什么吧 就你说的那个任凭生 之前呢是住在荣城小区 有个毒鬼父亲 后来他父亲死了 家里不太富裕 他大学毕业之后 就搬去别的城市工作了 父亲死了 怎么死的 是喝醉酒之后 从楼上摔下来死的 意外身亡 确实是按意外身亡结案的 但是任凭生的亲戚总说 是他杀了他父亲 具体的呢 资料上都写了 你慢慢看 谢谢师兄 师兄你先吃 我接个电话 喂小张 怎么了 对 黄阳大学又出事了 上次一起去过 姜婉淑家的黄茜 死在了操场上 你要不要过来看一下 什么 怎么又出事了 我这就过去 有案子了 那你快去吧 我等会儿啊 帮你把资料放桌子上 放心吧 麻烦师兄了 不抢 一只 你更能量的 这学生死得也太惨了吧 这些真的是不太平了 是 算上附近那个沙滩案 这应该是黄阳大学第三起案件了吧 你说 凶手会不会是同一个凶手 而且就在这个学校里 谁知道 请你去这么多机场 小唐 现在什么情况了 白队 死者名叫黄茜 大学生 前额先是被钢钉刺穿 后被专业仪器剖开 脑组织被土壤代替 而且塞满了花瓣 还有别的吗 这是什么花的花瓣 这是余美人的花瓣 有真痛 真静的功效 会延至死亡 这凶手真够狠 小张 白队 您找我 余美人这种花不常见 你们有调查花的来源吗 已经查过了 附近花店并没有这种花 应该是人为种植的 你手里拿的什么 是物证吗 这个呢 是我们在死者包里找到的情书 写的是邀请死者来这里见面 经过笔记鉴定 是温如君的自己 这自己 批作业的时候 学生夹在作业里了 正打算回学校的时候还回去 谢谢白警官 这封信不是那天任平生包里掉的那封吗 不对 这信是任平生伪造的 但是白队 信上有温如君的指纹 而且我们赶到的时候 温如君就坐在死者面前 只能将他带回局里了 把人带回去了 谁带回去的 是渝队他们组 黄阳大学的案子不都是咱们组负责吗 你怎么能让其他人带回去 听说 是因为聂家轩的案子没有结案 局长那边担心咱们压力大 所以 扯淡 聂家轩和黄茜根本就是同一个人杀的 怎么就不能一起办 这案子要是归别的组 咱们现在在干什么 那 那线索咱们还找吧 找啊 把证据找出来 我先回局里一趟 出事的学生是咱们化学系的吧 是不是老邓班上了 没错 被带走的那个学生也是咱们系的 盛老师应该认识吧 哦 见过 盛平尚 这是怎么办 不知道 你还敢在现场待着 白警官什么意思 我怎么就不能待在这儿了 你家训黄茜还有那个崔寨的 都是你为江万叔杀的对不对 白警官 按猜测办事 你这身警服可穿不稳了 而且现在凶手也已经被抓到了 不是吗 你还好意思说 家伙给一个学生 你可真有本事 白警官 生气是没有用的 不甘心 就努力来抓我们 你死了之后 现在发生的一切都会像疯传的安全一样 买在警局发霉的档案室里 不甘心 就努力来抓 是你 当年是你 这位警官 是有什么需要我们老师配合的吗 要不一起去办公室聊 不用了 任凭上 你等着 你 这警官怎么回事 谁知道呢 对了陈主任 这节课你可以帮我上一下吗 任老师可一直都是老模呀 这今天竟然突然请假 没办法 最近实在发生太多事情了 让我有点担心家里的小猫了 万一被变态凶手盯上了 那就麻烦了 这老师你可真幽默 快回去吧 那就谢谢陈主任了 您好 我来取一个定制的草莓蛋糕 嗯 任女士是吗 蛋糕已经为您包装好了 谢谢 也不知道家里的小猫 有没有乖乖待着 研究实验医学入门 人积极向周 全力抑制 之前没有好好看过他的书家 但这些书都太深奥了吧 如果他不杀人的话 也许真的会是个好老师 文叔 我推荐你看理想国这本书 它是古希腊哲学家 巴拉图创作的哲学著作 你看这一页 我在想什么呀 这本看着 好像是他以前的日期 二零零零年五月七日 天气阴 我把他淹死了 就在河里 他那个时候即就开始杀人了吗 那个家伙 就像一条狗一样被淹死了 我完全没感到后悔 那是他赢得的报应 他该死 他根本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只是 外面出海 喂 你瞅瞅你的样子 竟然还有脸来上学 听说你每天放学去那种地方挣钱 呦 这是脏子垃圾 你就是个贱物 我赶紧去死吧 你赶紧去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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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救命 救我 救命 我不会 我不会游泳 救我 快游过来 我叫你上来 来 我怎么可能会救你 你当初带头欺负我 欺负得那么准 原来任凭生变成现在这样 是因为小时候受了欺负吗 我不知道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白天的时候 学校老师还在说着 恭喜任千南同学以优异成绩 获得我校文学学士学位 现场掌声雷动 我以为我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 可到了晚上 你以为读过几本丑书 就可以这样砍老子 要不是老子 你能还这么大 那次是我最后一次找他签子 也是最后一次卑微地求的 还不服气 你连这个爸都不喊 你连我这个爸都不想认 你如果不喜欢我 可以让我跟妈妈一起光光 你还敢推你妈 是你妈不要你的 你以为老子不想把你送走吗 你这个王还费的东西 去你 他以前的生活竟然是这样的 如果任老师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 但是 他的人生应该会很完美 和他在一起 应该也会很幸福吧 坏了 怎么突然回来了 我 我 我装睡吧 这么早就困了吗 你 你干嘛 你装睡的样子 真迷人 你手太凉了 好 你想干什么 我没想干什么呀 难道说你很期待我做点什么 好了 好了 我只是想跟你好好地相处而已 下回偷看东西的手记得收好 知道吗 不是我偷看 是他自己掉下来的 嗯 他自己掉下来的 我把黄千那张写好了 你自己打开看吧 好 黄千没有被淹死啊 不过我能从文字里深刻地感受到那种绝望 人物刻画的还是不错的 你满意就好 我想要休息一会儿 可以去看电视吗 可以啊 说不定会有惊喜 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今日凌晨 滨江公安局接到市民报警 滨江公安局 在环阳大学的废弃篮球场发生异起命案 接警后警方立刻赶往现场 初步调查 发现死者为黄某 是淮阳大学化学系大三的学生 化学系大三学生黄某 还有温某 目前案件神在调查中 回书圈 任平生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看到的意思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这么做很有趣 有趣 对啊 亲手摧毁一个阳光而温柔的孩子 多让人激动 你这回可以不用思考黄千怎么死的了 直接写吧 我 我竟然还觉得你可怜 你就是个变态 我是变态 可现在也只有我这个变态 能帮你把温柔君揪出来 他 当然 你要乖乖听话 否则我那天心情不好 不小心给警方提供了新的线索 那你可就真的没有机会见到他了 我听你的 好了 我还有礼物要送你 这是什么 电子项圈 带上他 你就可以去上学了 别让你的朋友们太担心了 你的意思是我可以出门了 出门可以 但如果想逃跑的话 我知道了 我不痛 要说到做到 真乖 我今天路过蛋糕店 买了个蛋糕给你 你自己打开看看吧 你自己打开看看吧 蛋糕 我妈妈做的蛋糕信我一下 小婉叔 你能一个人回家了 真棒 我给你做了爱吃的奶油蛋糕哦 是啊 今天在学校怎么样 有没有人欺负你啊 我的婉叔真是善良呢 那长大以后 无论遇到什么事 也要保持善良知道吗 妈妈会保护你的 嗯 在从妈妈去世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吃过蛋糕了 来 我喂你吧 张嘴 小婉叔 鸟仔 任老师 嗯 可不可以不杀人 已经没有人欺负我了 你不要再杀人了 好不好 可是有些事 还没有划上去啊 小郑 鸟队他们组审温如军 还要审多久 还让不让人进了 白队 您别急 隔壁走到现在 还什么线索都没问出来呢 温如军说要见到您才说 那他们组还在那抢个什么劲儿 是走了 陈女 今天华阳大学发生的案件 我们组塞到一些物证 我怀疑凶手另有其人 打算去审问温如军之后 申请传唤相关人员 我记得这案子是余阳在负责吧 是 那不妨等余阳那边 汇报完情况再说 要相信余阳的能力 可是抓来那个学生是冤枉的 现在只有传唤嫌疑人 才不会让更多的人死亡 如果那学生真不是凶手 那起码在定案前 真正的凶手啊 是不会再动手的 即使像您说的这样 但以我们组一往 对悬案的调查 以及对嫌疑人的了解 您至少给我们一个 协助渔队的机会啊 怪不得六平那小子 一大脑就过来 送资料来了吧 那也不过小白啊 仅此一次 下回不要私自查案了 这也是为你的安全着想 知道吗 知道了 陈局 那好好工作吧 对了 廖飞那小子说 想带你去拜几家孙老头 你也休暂年假 跟着去吧 是 对 陈局这不是明显偏心 不让咱们查吗 这是我对你家宣案件的分析 以及任凭生的全部资料 放你这保随 等小政回来 你们自己多看看 您真休假呀 温如君不是要见我吗 我起码得见过他在休假 来 半队 温如君现在状态怎么样 刚进来有些呆滞 但现在人是清醒的 好 你辛苦了 温如君 你还好吗 白警官 黄千死了 抱歉 我们赶到的时候 他已经没有呼吸了 你先喝点水吧 谢谢 当初对你语气不好 希望你不要介意 没什么 我能理解你当时的心情 如果你现在有什么想告诉我的 都可以说出来 这里没有别人 好 白警官 我知道你们搜到了那个情书 但是情书不是我写的 黄千也不是我杀的 可是 你那天为什么会在宣案现场呢 因为我收到了晚叔的消息 他说有话和我说 我以为他不方便让同学见到 所以约到了那么偏的地方 你知道江晚叔失踪了 也知道他手机通讯不正常 你就没有想过 短信可能是陷阱吗 我知道 但是警察出现在校园里 很容易惊动凶手 而我是学体育的 无论是身体素质还是反应能力 不一定比你们差 所以我去查 实在合适不过的 只不过没想到 我被偷袭 那你有发现什么吗 没有 我当时进到那个教室之后 就被打晕了 但是之前在江晚叔家 做饭的时候 我发现任平身很会用刀 很会用刀 是的 下手文准狠 你要是看过他切一次肉 就一定会觉得后背发凉 那你发现端倪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及时告诉我 你们当时所有人 都在怀疑江晚叔 我把事情告诉你 你肯定会觉得 我是在为江晚叔开脱 我告诉你有什么用了 那你对江晚叔现在在哪 有线索吗 我前两天 收到他的信息 说是去了亲戚家 最近就会回来 但我感觉 他应该是在任平生家里 你们要是能搜索那里 肯定会发现证据 这就是比较棘手的地方 我们现在没有证据 没有办法去申请搜查令 那现在怎么办 人不是我杀的 我还有什么能配合你们的吗 如果你是无辜的 我们一定会还你清白 但是在洗清嫌疑之前 希望你能保持冷静 虽然这儿不是个好地方 但起码会让你安全 这事我昨晚已经想清楚了 会安静等你们破案的 不过白警官 求你一定抓住任平商 他对晚叔没有感情的晚叔 真的很危险 放心吧 我会按照我的方式处理 人我是一定会抓到的 不过下次再见到我 你就不能喊我白警官了 什么意思 进来 白队 江湾书家出现了手机信号 好 我这就去 你会找人吗 我这就去 你会起码 不禁黑暗夜空破碎 事事操控 来断定黑白是非 坠入深渊相知傀儡 吹陷欲望的 是天使还是魔鬼 灵魂在偷窥 看似好奇 却是一场骗局 看似蔓延 谎言 却是本能在作祟 这些轨迹 词义 被一次次利用针对依托 眼前 苟言残喘 还是幻觉反抗 不肯 轻易放手 还是灰飞烟灭 终时满身下 此却被轻易忽略 You are the sun male You are so dangerous You are the sun male You are so dangerous 封闭感官纸笔作陪 试试操控 无心笔手被宣祈 直接分碎喜怒哀乐 掩饰了本缘 是救赎还是原罪 灵魂在偷窥 看似无奈 却实在被挽弄 一层层迷雾中 散去后真相可谓 我心里几次意 被一次次利用针对依托 眼前 苟言残喘 还是幻觉反抗 不肯 轻易放手 还是灰飞烟灭 终时满身下 此却被轻易忽略 You are the sun male You are so dangerous You are the sun male You are so dangerous 那些肮脏 肆意 被一次次反复 正与刺痛 谁从 分目中惊喜着爬出 感谢 能疯 恳情结局对一种善恶交绝 一场拙努表演 一胆情一首篇 You are the sun male You are so dangerous You are the sun male You are so dangerous You are the sun moral You are the sun iğ pelos blij You are the sun Acusa You are the sun What sprawl You are the sun JUD Thank my